这个是这个学期的辍学名单 共有十三个学生 里面有一个叫潘玲玲的 刘校长跟秦老师 都去找过学生 就是不肯回来读书 不管怎么样 那得让学生读到毕业呀 明白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局长 您找我 这个十四中的事 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接到举报电话 说他们不具备上晚自习的条件 却开设了晚自习 学生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你去 把这个事情马上调查清楚 如果再有人举报 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 我希望同学们 能够记住这个实验 将来有一天等你们长大了 当你们遇到你们在意的人 你们就可以对他说 我对你的感情 像大气压一样航电 像大气压一样航电 我们下午见 这边的次不见